長益地產很專業地有長益指數 這裡就是我們的長益指數 你會看到 上升通道 現在從1月開始 就是從我們的牛年開始 很明顯看到 現在好像是來一個叫做 樓的牛市 汪總,你怎麼看呢? 很感謝貼仲 通常我們的補習社 貼仲就會 多謝Mr.Wong 多謝你貼台貼仲 但是很多人 你知道市場是這樣的 不斷升的時候才打算購買 告罪 跌的時候就立刻放 但是其實有很多人 都仍在落後 或者看定一點 如果現在 還未入市的朋友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今天想 找一下補習 名師、汪總問一問 究竟 你才是 還有什麼區隔 市場區隔 仍在落後 還可以追落後 就是還未升得很厲害 還可以追一追 我們分享一下 這當然不是廣告 當然 長億指數 長億指數 你的選擇 報章開始會連續報導 就是說長億已經聲明了 或者發表了我們的 龍市一期 就是樓價上升的時段 已經正式開始了 就是說已經確認了 這個當然是我們的觀點 就是龍市 一期和二期 就是龍市意思就是說 我們覺得過去十年的牛熊市 是不合理的 因為根本就不是泡沫經濟的結構 因為整個經濟結構不同了 又欠很多錢 又欠很少錢 還有印了很多錢出來 變成供應又少 還有財富效應又高 整個結構不同了 所以我們就說樓市應該是 我們認為是十年前 我們都認為沒有牛熊市 就是不是牛熊交替 而是說 會是龍市一期和龍市二期 一期就是上升 二期就是 去泡沫化 對 去泡沫化 或者市場調整 對 最準確 就是說 那麼過去 其實呢 2019年 是一個年中本來是 轉入龍市一期 但是後來 大家知道發生了一件事 對 小運動加上疫情連接發生 所以我們就延遲到 就是說我們過年前 應該過年後就會有明顯上升 很記得的